北京时间6月5日上午10时44分 中国神州14号载人飞船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陈东、刘阳和蔡旭哲组成 44岁的陈东成为中国最年轻乘组的指令长 他和刘阳均是河南籍 也是二度出征太空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在洛阳陈东父母所在的社区 早早已经热闹起来 他们社区居民会在小区特赦的直播观看大厅 等待观看发射盛况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共同等待 当直播大屏幕中传来倒计时声 现场观看直播人员也不约而同地喊出倒计时 大厅内国旗活动 陈东母亲黄燕向记者介绍 2016年陈东第一次执行航天任务时 她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她还在公园跳广场舞 回家看见电视上的儿子 简直不敢置信 这一次老两口约定要全程观看视频直播 人家就是摘星顿妈妈回来了 我这是检查作业了 爸爸回来了 他自己都笑开了 就是说他给孩子留作业 我们就是全国人民 党和中国也给他留了有作业 再次飞天把这个空间站建保 这也是他的作业 我相信我的儿子陈东一定能够圆满完成 这次党和国家交给他这个光荣的任务 听不到 正立完成这次 他没有我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在郑州刘阳父母的家中出现 亲友围坐在电视机前 刘阳父母则一身红装 刘阳父亲介绍 今天他所穿的红上衣 是十年前女儿出征太空时的那件 平时根本不舍得穿 据了解 本次飞行程组全部为第二批航天员 其中 陈东参加过神州11号载人飞行任务 刘阳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 参加过神州9号载人飞行任务 时隔十年 他再次出征太空 蔡旭哲是首次飞行 此次神州14号载人飞船 在轨道驻留期为六个月 届时 神州14号乘组三名航天员 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 以及天州5号护运飞船 神州15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他们将联手打造系统 更加稳定 功能更加强大 设备更加齐全的中国空间站 以将开展科技含量更高更复杂的实验 未来科技成果将服务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 我们看到神州14号成功发射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成东是我们上学时候的班长 也是我老同学 他在我们 这次他能够担任指令长 我认为和他上学时候 就能体现出来的组织协商能力 非常强 是分不开的 他也是我们平时学习的榜样 我们 因为我祝贺 这次成都 能够取得 工作任务 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希望你早日回来 按照工作计划早日回来 回来之后 我们一起撸串喝汤 我们一起撸串喝汤